我要看那個金剛 欸幾位呢 兩位 喔那你現在這個時段你要什麼時段 那下一場什麼時候 最近的話好像是7點38分 7點38分 好啊 那就這一場 可是我覺得9點45分的那一場不就好耶 真的嗎 對啊 那那時候你下班了嗎 靠命啊 但是我下班了沒 看他躲去後面了 我現在就跟你走 我現在就跟你走 你要跳吧 好 把我IG給你 就會試試問 所以你甚至沒有問 你不用問耶 他直接給你IG了 好的 來成功 成功了成功 恭喜你要到他的IG 好 換我了 歡迎光臨 今天要喝點什麼呢 我想要一杯冰拿鐵 啊 冰拿鐵 好的 那我們有兩種豆子喔 一種是中生培的 然後一塊是中淺培的 請問你要哪一種呢 這兩個的差別是什麼啊 淺的呢 會比較花香 然後深的呢 會比較多那個 深味 他是不是剛來 你很懂咖啡耶 對 但我剛來啦 我就是剛實習生 你看我的名牌上面 還是寫實習生 我就是剛加入這邊兩天而已 我最近也才剛在別的地方實習耶 一定很辛苦吧 也還好啦 就老闆比較兇一點 但還好 哇 欸 我其實工作上一直有很多悲傷的事 想要找人聊聊 我可以加你的IG嗎 哦 給 哦 欸 哇 我還在心動剛曉迪那個 你下班了嗎 婚禮的那個終生在後面 看什麼事情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強摘的瓜是不會舔的 欸 欸 強摘的瓜是不會舔的 對 請說 最近常下雨嘛 梅雨季節耶 塞巴浩滴滴滴滴滴滴 你不會舔不 口袋吃 我都超 哈哈哈 真的這樣唱嗎 好像介於對跟不對之間 哈哈哈 然後反正就是因為一直在下雨嘛 那這東西就要再帶回 我之前不是去福岡嗎 然後福岡的時候 那時候也下了一陣雨 我媽也有一把折疊傘 但我就想說都來到日本了 我就想用日本的透明傘啊 你就會覺得日本的透明傘 好像跟台灣的透明傘 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啊 日本的傘超棒的啊 因為有一次我在 我在日本的超商買了一把透明傘 他就是比台灣的好用 台灣的蠻常撐一撐 他就整個爛掉了 就是他的股價什麼的 我記得我買那把超愛 我還嘗試想要把插機行李箱帶回來 所以我就抱持著就是說 我就是想去就是日本如果下雨 那我就在那裡買一把傘 因為我多年前去日本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幹 然後我還記得我有把傘帶回來 所以我就想說好 反正那我就能帶我就帶 不能帶我就算了 結果我媽就開始得知了這件事之後 就開始焦躁起來了 他就說你趕快去查一下 就是那個傘到底可不可以帶回來 他就在旁邊一直唸 然後我本來對這件事其實沒有很在意 就是說不能帶那就算了 結果沒想到這件事 我姐就是也知道之後 我姐也開始焦躁 他就開始在那邊查說 到底可不可以帶傘 然後就是說如果我不把他帶傘 他們兩個都會罵我浪費 就是會一直覺得說 你這個人真的很浪費 因為帶不回來這樣 明明就有折疊傘 你又硬要買一支傘 那支傘你又不能帶回來 那你當初買幹嘛 然後說我現在就是有兩個人的壓力存在 對 我就想說好 那反正到時候就是機場的時候 我就是再去問就是地勤人員說 可不可以帶傘 就其實就可以帶 而且甚至是 你是不用跟著行李一起帶回來的 所以你就手拿著就可以進去 而且其實也蠻多人 就是都手拿著 就是回來這樣 我就想說很棒 就是我心中的一個重單 終於就是掉下來 就是說我可以把這個傘帶回來了 然後好不容易就是帶回這個傘 然後我們就是抵達淘基 然後你又遭舟車拉盾 就是那行李好像很重啊 然後那時候也大概半夜大概十二點多吧 就蠻累的 我就最後那把傘 我就是遺留在那個司機的車上 哇 功虧一虧 然後如果是停在這裡就算了 我跟你講 如果我媽跟我姐沒有知道 我跟這把傘原廢我就算了 我根本不會想要再去拿那把傘 對 我就是沒有想要再理這件事 但是我姐跟我媽就得知這件事之後 他們要開始跟我施加壓力 就說 就是你那把傘你好不容易帶回來 就怎麼放在那個車上 所以我就開始那個簡訊 就開始密那個司機說 不好意思 我請問你們那個車上 有看到一把透明傘嗎 就是說我好像遺留在那 司機就也蠻忙的 他不會常到我家附近 或者是捷御站的點 那我也不會到他的地方 所以後來他就提出了一個想法 就說好 那我家住在板橋這邊 我把它放在管理室 那你就是有空 你再來板橋這個管理室拿就好 終於塵埃落定 就是說我就是有空再去拿就好 對 那因為我就是平常也不會去板橋 所以我就是好不容易得到一個時機 就是我終於要去板橋了 搞了好久 終於拿到那把傘了 嗯 然後我就回家想說 欸 我還就傳到家庭居主說 各位這把傘終於回到我身邊了 很棒耶 對我記得我姐那時候終於看到那把傘 他說這不就跟台灣的傘長得一樣嗎 嗯 我就想說不不不不 這是日本傘你不懂 你不懂 帶回來之後 就開始迎來美雨季節了嘛 對 在第一天我把那把傘帶出去的那一天 哈哈 反正就是 塞巴浩 滴滴路 滴滴路 滴滴 雨下很大嘛 And then 我就要去7-11啦 然後那個雨下到其實大到就其實 你知道我平常不愛撐傘的 但就是那個大到我真的必須撐傘 然後我就是要去7-11領護 要進7-11的時候 你不是要先把傘插在傘通力嗎 對 如果插進傘通力 然後就進去裡面了嘛 然後出來發現 啊幹 這把透明傘不是我的傘 我的透明傘被人家拿走了 哇欸遇到識貨的人喔 欸這是疑心幻影 幾般波折 我不敢跟我姐跟我媽講 哇但隨著這個錄音檔出來 你姐差不多要知道了 她會知道 其實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沮喪欸 我真的很沮喪 就是說從日本 然後又再從司機 然後司機到板橋 哇欸出其不意欸 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你有點分不太出來 那個傘到底是不是你的 我不知道我 我蠻常這樣的啦 別人拿到我的傘這樣 就例如說我差在公司啊 或是差在7-11 的確好像蠻容易不見的 對因為大家會覺得 欸都長一樣嘛 就拿就走了 看到透明就走了 我覺得就是好歹說 我至少用了這把傘 可能用了三四次 他再被偷走也就算了 這是我用那把傘第二次 第二次喔 就是第一次在日本 第二次是在台灣 沒被噴到幾滴水之後 就不是我的了 欸這故事蠻悲慘的欸 這故事就是強摘的瓜不甜啊 這故事就是強摘的瓜不甜啊 就是說我其實跟這把傘 就沒有緣分 嗯 但我身旁人一直在那邊 欸你這很難 欸那被錢欸 什麼都負責任欸 一直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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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只好就是被他們唸 然後去前進做一些事 哇欸很悲傷欸 這真的很 故事其實我剛才以為 是另外一個走向是自己忘記 那自己忘記的痛跟這個痛 你現在這個比較痛 這個肯定痛 自己忘記怪自己嘛 然後就哇我如果白吃掉了 我自己害自己的 結果竟然是說突然有一個第三者 把你的傘拿走 那你家拿這個真的是蠻討厭的 我心情真的很差 那我就問你 你下次去日本 你還會再買一把傘帶回來嗎 我還會啊 但我就是不會跟我媽或跟我姐 就是在那邊說就是 不要再 不要再虐了 不要再叫我 不要再說我浪費了 有時候出遊就是一個感覺嘛 你當下有體驗到就好了 你很多東西的確也帶不回來 對啊 在那邊的體驗 我想要的體驗就是 在他們的雨水中撐著那個透明山 對對對 這有點像是一個行程啦 對啊 一個行程是帶不回來的 就是這樣我就夠了 但就是開始我就開始有一些壓力 跟一些枷鎖 然後就是我必須一定要把這把傘帶回來 好啦 祝福就是這個人使用者 就是好好的感受他 有發現自己拿到一把比較好的傘 對 哇這撐起來不太一樣 Made in Japan 手感特別不一樣 去個7-L 傘都變新了 升級成功 至少還有被用到啦 無奈啦 可能無奈大於一切 那當天真的很悲傷啊 然後我回來就很想跟史高講啊 史高說你在節目上講 忍住忍住 不要說 他那時候臉很痛苦 就說 我今天遇到一件事情 我真的很沮喪這樣 他說忍一下忍一下 隔幾天再講 隔幾天再講 真的耶 花了很多力氣 但最後一場空 我覺得稍稍可以理解 因為我覺得你剛才在講說 你媽跟你姐姐在念的時候 我覺得我爸媽好像也會這樣 類似這樣念我 不知道是不是年紀稍微大一點 好像更小心翼翼 因為我講到說 我爸不是就很care鄰居的觀感嗎 然後我家都不能沖水 這東西一直 還有存在你知道嗎 所以我每次有時候 晚上回家10點的時候 因為我家有兩個廁所嘛 一個是我爸媽房間的 我洗澡會去那邊 一個是我可能主要的衛浴廁所 然後我每次進主要衛浴廁所 我就會看到一灘黃黃的尿 就在那邊 然後不能沖 然後有時候我去洗澡的時候 再看一下那個馬桶 也是黃黃的一灘水在裡面 然後我都會想要去按它 因為我爸是說 如果大便的話 你就可以沖水 然後他哪知道我有沒有大便 所以我每次都會把他沖掉 其實會不爽耶 就是說你都已經換到一個這麼棒的公寓 對啊 就是大樓 我每次看都覺得心很酸 知道嗎 就為什麼一灘黃黃的尿 心很酸 你知道每過10點以後 就一定會有一些黃黃的尿 在那邊 因為不可能睡前還不尿尿 就是那個 睡前還有兩三個小時 你們的隔音一定是比我家好啊 我不知道耶 就我爸媽就很小心翼翼啊 然後我昨天又發生一個插曲 就是有在那個無印良品買那個 懶人骨頭沙發 你知道嗎 你們有躺過嗎 有躺過 就蠻舒服的吧 反正我很久以前買的 然後為了想要讓我房間 就是舒服一點 但我發現我房間實在太小了 因為那東西很大 而且還會隨著那個 它的裡面那個沙還是什麼東西 會流嘛 所以他就會 就變很大一包 然後反正我就先 綻放在我阿嬤房間 然後後來 我還開了一個蝦皮賣場 然後把它賣掉 我就會推薦給大家 就是說 因為我第一次用蝦皮賣場 然後我照片隨便亂拍 就是超級粗糙那種 然後我就便宜賣一個 好像一千塊還多少錢 幹一千塊很便宜耶 對因為那個原價大概 好像三四千吧 我忘記多少錢了 對然後 真的有人跟我買耶 一定啊 對啊 我在想說 因為我關鍵字也沒有放很多 還是什麼 我就覺得說 五印良品什麼懶人骨頭沙發 然後二手然後多少錢 就這樣 那兩個人跟我下單耶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推薦是說 如果你家有一些二手的廢物 可以去蝦皮賣 我覺得還不錯 對但重點是 因為後來我才發現 那個東西太大了 所以我找不到那個貨運商要去寄送 所以我就還在研究到底該怎麼辦 然後我昨天回家的時候 我媽就跟我說 欸你那個沙發被死丟了 所以整個沙發臭掉不能用了 對然後又很大嘛 想說幹那到底該怎麼辦 要怎麼丟它 我們就想想想 幹這太大了丟不掉 然後我媽說 不然把它撿破好了 你知道裡面裝什麼 保麗龍球 對對對很多很多細小 小朋友 他在跟沙子一樣細吧 對 一剪開 我們想幹那現在該怎麼辦 然後我媽就拿很多塑膠袋來裝 然後我就拿那個勺子 一直挖一直挖 我們就重複這個動作 再重複了可能四五十分鐘 然後裝了很多袋很多袋 然後每當我爸也來幫忙你知道嗎 其實那時候我回家很累了 因為昨天打球 我沒有想到你昨天 沒有我回家全身黏TD我想去洗澡了 然後我媽突然跟我講這事 然後我想說我爸媽兩個頭都洗下去了 那我不能不陪他們一起弄啊 這是我弄出來的鍋嘛 你知道那個小球球很討厭 就是他會一直黏在你身上 你怎麼知道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知道這件事欸 好像算是國小有做過類似的勞作 然後那個小東西就是 不知道就有買過那個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就是會 對因為有靜電嘛什麼什麼的 我就是有碰過那個保麗龍球 真的超煩的 然後他超細 細跟沙子一樣 對對對 然後而且我昨天回家還買鹹水機 然後我就放在桌上一直沒吃這樣 然後但我想說我爸媽都在弄嘛 我就會一直在那邊挖一直挖 他就跟那個我覺得很像洗衣粉 他那個密度就是好細好細好細喔 撈完一包以後嘛 對我們還不能裝太滿 我媽是幫我敷塑膠袋我再挖 然後我爸負責把塑膠袋綁起來 然後但我爸一綁的時候 他就 他就把那條都噴出來了 因為空氣擠出來 對 死丟又要先關在房間 他也一直喵喵叫 然後我就覺得哇 就我們三個都不太講話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我們三個應該都有些情緒 但我爸媽沒有念我 就沒有說你幹嘛買這個啊 什麼怎樣怎樣 但我一直覺得 沒有念真的超棒的 對啊 我就覺得 這東西怎麼會搞成這樣 而且又有很多 那個棉球就一直掉在地板上 然後客廳就全部都是就對了 我會講到這是因為 因為我爸又說 他又警告我媽說 你等一下不要拿吸塵器吸喔 怎麼會吵到鄰居 那吸也沒多大聲 但我爸說不能吸 所以他們都拿那個小掃把 一直在掃掃掃掃 那我掃掃掃 那這東西又流出來 我回家大概10點 吸塵器吸 我回家10點出吧 我們大概搞到快12點才全部弄完 那我去洗澡的時候 然後我以為我洗乾淨了 然後結果我回到房間 欸幹什麼一堆那種小球 一直黏在我的腳上 反正很煩 然後最後也是 我肚子好痛 就講到小型 幹什麼都靠腰 後面我覺得很悲 很悲心然後 又很熱 很黏 那我媽眉頭我坐很深 我爸也覺得 怎麼這樣 我肚子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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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想要講小心一點 例如說尿尿嘛 然後吸塵器嘛 然後我爸還說 就說欸 我們今天不要一次倒完 什麼你這樣 這麼多袋給他 丟到垃圾桶裡面 別人都不能丟了 所以他說 我們就今天 只能先丟一部分這樣 那我就想說 欸我都住新大樓 然後那個垃圾桶其實蠻大的 它裡面就是一個很大很大 因為我們的社區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千戶欸 反正好幾百戶就對了 然後所以我們的那個垃圾桶 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但我爸就是 會在意這些細節 但我想說好吧 就是你們兩個都陪我 一起弄這個人 我也沒什麼好說的 不知道 就是好像會很在意 違規啊 或是說一些影響到他的人這樣 哦 對對對 因為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這麼的 我會看狀況啦 對 我真的沒有想到 圓阿小迪昨天回家 是在綁這些 我想說欸怎麼今天好像特別累 用了兩個小時 那真的很糟糕 而且那個小球球你有摸過 其實你可以理解 它拍不太掉 然後就是會到處冬年西年 其實蠻討厭的 完全懂就是真的要用吸塵器 你那個在那邊那樣少 對啊那時候我就想 幹我經歷了什麼 我媽說欸我們等一下戴手套 因為有尿嘛 我說好吧就戴吧 但那個小球球 就還是沿著我那個手套 就是全部黏在我的皮膚上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就先挖吧 我就一直挖 然後我們要一直拿 然後我把他綁 然後就噴出來 然後睡覺了他就漏洞 然後 Stew在房間一直叫 然後三個人不說話 欸超有畫面的 超有畫面 真的超有畫面 我想說如果他們 現在要開始念我 我是會接受的 你看他們其實講很久 他說那個東西 所以就用不到 就拿去看問那個鄰居要不要 我們就送他還是怎樣 但我只是想說 我蝦皮慢慢看好了 就真的是蠻新的 我沒用過幾次 對啊 哇那蝦皮人應該也覺得很可惜 就是原本一千塊可以買到東西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交代 原來你還沒跟他交代 所以點格如果要說 他其實是一個很為他人著想的人嗎 我真的不知道欸 那你覺得他怕的是真的影響到人 還是他怕影響到人之後人家來弄他 我覺得倒沒有會害怕別人來弄他 因為我覺得他每天都在爬群組 我爸媽都退休了 然後尤其我爸 他現在要嘛出去運動 要嘛就是生活比較單純一點 對所以我覺得看那個社群的群組 就變得這種管委會 社區群組 對裡面有幾百人裡面 就變得是一個他生活很重要的 一個一塊田地 賴班長 對對對 他就會去裡面觀察就是 發生什麼事啊 大家在吵什麼啊 然後偶爾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啊這樣 而且我爸也很喜歡幹一件事 但我還是一直不太明白 就是有時候我開車出門嘛 例如說我會出去比較久一點 然後通常社群裡面都會有鄰居說 等一下會有鄰居還有朋友來探訪 那有沒有人可以車位借一下的 裡面還蠻盛行這樣 你家剛好開車出去 然後你家是有空位的車格 你就可以借別人嘛 然後我爸每次都會借別人 對然後有一次我問我爸說 那借別人 就是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只是好奇 然後我爸就說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多借別人 以後我們才跟別人借啊 但這個行為大概持續了半年一年吧 但我們從來沒有跟別人借過車位 但我爸就很熱衷在於借別人這個車位 然後別人會跟他說謝謝這樣 哦 反正大概這樣 其實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是熱心啦 對啊 就是很奉獻在這個社區裡面 他怕影響到鄰居 然後也想要為社區付出這樣 對對對對對 感覺有這種感覺 哇 其實很棒欸你爸 因為我聽到如果身邊朋友 那種在那種 管委會群組裡的 都是吵架的居多 對啊 可是如果你晚上十點回家 你發現你家馬桶 就一攤尿在那邊 哈哈哈哈 你姓不會酸嗎 哈哈哈哈 很酸 欸每天野生都不太一樣 會不會 欸哪天不只這樣子 你回去還看到你的車位被停走 哈哈哈哈 不會酸嗎 是比較沒有 我爸要借出去以前都會問我說 啊你幾點回來 什麼 到時候有人在在意我 哇 欸是真的很善良的爸爸欸 因為我光想像如果就是我們家實在大了 我爸媽根本就完全不會借停車位給任何人 哦 所以少跟鄰居互動的那種 嗯 對啊好像就 我也不知道欸 再觀察一下我爸到底怎麼樣 我就有點期待說 小迪就是以後30年後 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形狀 但我覺得唯一是覺得 跟他的這個人設也很不太一樣 就是他因為那個電燈跟鄰居有點爭執嘛 哈哈 對欸 其實真的欸 這是讓我比較意外的 因為我以為他的那個觀念會覺得 欸那我們一起省電啊還什麼的 對但我爸竟然會說 欸我都住新大樓了 那個燈還不能開 欸 欸 很衝突欸 很衝突欸 對啊 我都住新大樓了為什麼我不能沖尿啊 我不知道 奇怪了 我覺得他可能覺得燈沒有影響到別人啦 因為你回家你沒有那個燈 你那個鑰匙你要找很久你知道嗎 那個孔你根本插不進去啊 所以這個就會影響到別人了 他被影響到 對啊 這個邏輯的話是這樣 好啦那點哥懂了 我還是不懂 我也沒有很懂 哈哈哈哈 只能說爸媽辛苦了 今天陪我弄那個真的是 欸那個真的 他們一定覺得 幹殺小 貓咪也沒尿尿 幹殺小 喔你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坐計程車的故事嘛 我也想到我這兩週也有發生一個 坐計程車的故事 但其實這個時間線拉蠻長的 可能將近有一個月的時間 總之就是說我大概一個月前 有一次搭Uber要去Costco Costco 對然後我去豪斯多的時候 反正我就搭到一台車去了嘛 然後當然我在車上其實通常 我們就也都不會跟司機大哥有任何互動 啊就坐到那邊 然後我就買完我要的東西 啊其實蠻多的 然後因為我有打算 就再叫一台Uber回來 對然後在叫完的時候 就發現我好像叫到跟剛剛同一台車 司機大哥看我東西很多嘛 然後他一下車 他就對我欸 然後我也對他欸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欸 然後就發現 其實我們剛剛有那個互相 就是有一點印象啦這樣子 對然後反正第二趟回來 因為我們又彼此又相認了 所以我們就在這趟聊了蠻多東西的 然後就一路聊回來 這難得 對然後就一直聊 然後聊聊聊聊到說 欸什麼你多大 反正我們兩個年紀差不多嘛 然後可能他也住著 他其實住在我們工作室的附近而已 對然後所以才會剛好說 他今天剛出門就載到我 那時候載我到好士多載完 他覺得有點累 他想說去旁邊休息一下 就突然就叮叮叮叮叮就響了 然後就看到欸這個名字 會不會是剛剛那個人 然後就反正就有這樣的緣分 很有緣欸 短短的車程 我覺得我們那個友誼關係 就升華非常多了 所以後來下車之後 我就請他喝了一杯咖啡 對因為他有幫我們搬東西 然後我想說很不好意思 趕快買一杯咖啡請他喝這樣子 對然後他也喝得很開心 然後說下次有機會再見這樣子 對然後事情 就過了大概兩三週之後 有一天我在工作室這邊 弄東西弄到蠻晚的 好像弄到可能一點多吧 然後我就叫車 後來車子來了 然後一上車開後門 就看到一個人對我微笑 他就轉頭對後座這樣子 嘿 然後他也不說話 然後我一瞬間其實我想說 幹什麼了 就是因為他那個嘿 對發生什麼事了 對發生什麼事了 突然間搜尋我的回憶庫 為什麼他會對我這麼開心 然後我突然間覺得 欸幹是你 我就嘿 欸是你 然後他也這樣 對啊是你 我剛剛一直在想 是不是你 哇我們友誼又在升華 我們就一兔就要回家了 然後因為這次是做回家 所以可能做了大概二三十分鐘吧 我們就一路聊天 幹有這種事 對 反正最後結論是 我們也沒有換Line什麼的啦 只是在說 下次可以再看看能不能遇到這樣子 對但我就覺得這緣分 蠻巧妙的就是我們遇了三次 對而且他那天是剛好 他載我的時候 他說他剛好從內湖回來 然後準備要回家了 經過這一附近的時候 然後突然又響了 他就想說 好吧 那就今天再再一次好了 最後一趟 對然後看到這名字他又覺得 欸這名字好像載過 因為又在這個地點嘛 對所以他就一路就是很期待的開過來 然後他就直接轉身迎接我 哇好酷喔 對 然後那時候我認出他 我反認出他 他也很開心 他說欸我不知道你還記得我欸 我說欸我也不知道你還記得我欸 哇這一切就是非常的巧妙 唉唷 我其實想提問一件事喔 欸請說 就說那天他載到你是半夜一點多嘛 然後就是你打了一針腕扣嘛 你其實很累吧 但你很累 上車卻又在聊了二三十分鐘 你是真的開心嗎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 我覺得 我覺得是開心的啦 唉唷 對啦因為我覺得就是很難得 唉唷 台北這麼大嘛 你可以遇到一個人遇到三次 唉唷 認知失調啦 聊完了只能說我覺得那個很開心 其實跟他聊很多欸 真的聊很多一個是他年次嘛 他幾年他就跟我們一樣大 喔一樣大的 對一樣大 然後又聊到說什麼 喔他跟他女朋友交往七年 我就說他還會未七年欸 他就哇你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有點在找共通點 然後發現我們超多東西都一樣 所以他超興奮的 然後我聽了我也覺得很開心啊 就覺得喔 哇 那我現在可以理解啊 這一段他應該是開心的 嗯 那他也是十月二十四號生日嗎 他九月的 喔那也蠻近的欸 對他九月 然後因為 那你們到什麼時候會換Line 喔我在車上其實一直很猶豫 嗯 我就想說欸遇到三次 要不要加個IG啊還什麼的 對啊 但加了IG之後 好像你也不會跟他太有聯絡或什麼 就是有點奇怪 就好像 喔不會啊不會啊可以聯絡啊 是可以聯絡喔 對啊聯絡是專看你啊 對啊對啊 如果你想要聯絡就可以聯絡啊 因為我怕太突兀啦 然後因為我想說 好吧就最後他也如果也沒特別提 我們要互相這樣子加一下 那我覺得就這樣順順的就結束了 欸如果小迪士尼你會跟他換嗎 換IG 你會提出嗎 如果遇到這麼多次 我覺得可能蠻有緣的 會說 我其實我通常會說 欸要不要加個Line做個朋友 但其實就只是水口問嗎 因為你家也不知道幹嘛 莫也有跟我分享 他說欸 就是如果你要認識朋友 沒有人在加Line的啊 他說你要加IG 對因為IG加了以後 你們就可以擺在那嘛 你們不見得會有平常什麼 一定會聯絡或是互動的時刻 可是因為你加IG以後 當你有發動態 或怕他發動態 你是可以回那個動態的 你們才有互動感啊 而且你才會從IG 看到這個人 到底是怎麼樣的 對所以他說 就如果你認識新朋友 通常換IG是比較 對啊因為Line 可能更私密一點嘛 而且Line就一個照片在那邊 啊你是要跟他尬聊什麼 對啊 其實就不會聊了啦 對啊 除非你很刻意的 想要再約他出來幹嘛幹嘛 就喝咖啡或是多聊一點 不然其實加IG就是一個 搞不好會再從IG 找到一些共同點啊 搞不好他也喜歡音樂啊 搞不好他去哪裡很酷 或是吃一個什麼 你就可以看 欸這好吃嗎什麼之類的 這樣比較自然一點啊 對 所以我覺得 供你參考 供我參考 下次可以換IG 後來有想一下就是說 其實 當然緣分很不錯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會這麼頻繁的遇到 也是因為他家 可能真的住在附近 所以他其實 上班或下班 有機會是在這個地方 其實蠻有緣的 對啊 但我還是覺得很不錯 欸那你試著說說看 可以加你IG嗎 還是要不要換IG 你說說看 假設是一個司機大哥 欸你又載到他了 哈哈哈 欸那你是那個司機大哥 然後他是 他是時光 你們來 先上車嗎 好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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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該又遇到了 又是你 哇 欸第四次欸 該看名字又是你 我竟然是你欸 我刻意在那邊等你 哇 欸四次了欸 有緣有緣有緣 那你平常有在喝咖啡 還是IG嗎 該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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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突然間帶入一個情境是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聊很多了 第四次我已經不知道聊什麼了 感覺這個大哥蠻嗨的 所以他自己會開話題啊 可能是啦 對啊 可是重點是如果他不問 如果你要交個朋友的話 是要講的 我就是需要訓練的欸 因為平常沒有習慣講這個 感覺會突然講這個會有點嘴軟 欸所以你有自己在訓練嗎 我之前就是 遇到一些可能去工作 或是工作相關領域的場合 然後認識的那邊那些朋友 然後可能聊一聊 欸聊某個題目 覺得蠻有興趣或什麼 就欸可以加個Line或什麼 之後可以再看看 但我後來覺得好像加IG 是比較適合一點啊 對啊加Line其實 你可能過真的 你也不忘記他是誰 對對對 Line我有講過啊 但IG好像比較少講這樣 要不要加一個IG 超奇怪的 對 不好講對不對 真的很難講欸 對啊你們 就是平常沒有在講的 如果突然要講很奇怪 我其實就是這個部分的社交功能 已經完全喪失了 就是這個 因為我就討厭被拒絕 跟害怕被拒絕嘛 所以我就是不會主動遞出橄欖枝 所以其實我發現這東西真的是要訓練的 因為我這個地方 我已經完全就是萎縮了 對 但別人其實要加你 其實是非常樂意的啊 我完全我會說好 但就是 我自己沒有辦法 因為 對就 對啦練習幾次 要不要加IG 那你講一次 要不要加IG 那你講一次 笑在笑 幹超奇怪 幹超奇怪 要不要跟我換IG啊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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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能夠這樣講出來的人 其實真的很帥欸 突然如果用意識去思考這件事 突然會覺得有點困難 其實有一個關鍵 就是我在車上會一直 最後還沒開口 我就不知道人家到底有沒有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 我跟你講完全懂欸 因為我也很常 就是跟人家聊得很爽 然後覺得這人真的是有夠有趣 可是 最後我都有一個陰暗的想法 就是說這一切可能就是都是假的 他其實根本就是不在意 就是這樣談話 就他也沒有想要 讓這東西繼續下去 好不如就這樣吧 然後就是 然後我就也決定就是算了 這個 但我好奇說你會這樣子想 會不會是因為你其實 有時候也是這樣對別人的 哈哈 肯定是 對我覺得 我覺得是 有時候聊一聊嘛 你會很熱絡 但可能你當下其實是花費了很多心力 才讓這件事看起來很熱絡 所以你自己遇到了這種情況下 你也會反過來有點害怕 是說對方是不是只是也是因為這樣 對啊 大家就停在這邊就好了 我們就是逢長作戏 就如果真的想認識的話 那總是會再繼續認識下去的 然後但我就發現其實 這世上沒有什麼人是想認識你的 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朋友這樣 就有太多假設了 對啊 對啊 對 但我就回到的是說 如果你們主觀的覺得 這個 例如說你跟世紀大哥 聊得很好嘛 對 當然說你可能會有阿強乾那個想法 但我就應該回過頭來說 欸 你有多想認識他 就是你主觀覺得 這個對話是很棒的 但你會擔心說 欸對方是不是也這麼想嘛 有可能不是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棒 而且我想認識你 想認識的那個念頭 是你願意說出 欸 換IG 那就問吧 但如果說不出口 那也就算了 其實這幾次 真的很晚要叫Uber的時候 我老實說 你怕怕的吧 你會怕吧 因為要是我 我是絕對就是那個死 你會開始避開他 我會避開 我會避開 我只要說 我其實內心是有點期待的 喔 代表是喜歡的啊 就是說 是喜歡這個互動的 竟然有療程 那很好啊 可是那時候你都已經 就是慢慢長夜晚 然後那時候就完全不想講話嗎 你現在還可以講話嗎 對啊所以那時候 還有辦法挑起了這個 就是你覺得這 這人真的很不錯欸 但因為我很喜歡這種 我覺得有緣分這件事情 是很難得的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 真的有這個前提 所以我就會覺得 哇 沒有沒有不是不是 我覺得緣分是還好 真的嗎 我覺得很有緣分欸 緣分絕對是啊 可是絕對也是因為 你們頻率是對的 啊 如果你一直遇到一個人 但你跟他頻率不對 你會開始避他 喔 你這麼說是 一定是 緣分加上頻率 會覺得哇 太巧了 像我跟我的雨傘 就是連緣分都沒有 所以就是連這個 都沒有辦法繼續開下去 這倒是欸對 但方便對他有愛 但他可能是一個 他沒有愛你 他跟別人走了 喔 不過就是說到交朋友這件事 真的是 好難喔 我真的覺得好難喔 但我覺得故事 蠻令我驚訝的是說 很久沒聽到思考 分享一個交新朋友的故事 對啊 而且是開心的 是真的欸 就是我其實剛以為就是 這一切就是一個假裝 就是說 假裝多好 我只要 只想要再 擁有 疫苗 去相信 你的 懷抱 沒有想到你是真的喜歡這個 因為就我們過去的這個經驗 你通常就是 這時候差不多要叫小滴來了 打電話給小滴 欸小滴我現在在Uber上 你可不可以來這個路 你可以上車嗎 他甚至會換軟體叫車之類的 對啊 對啊 所以代表你是真的很喜歡他欸 聊得來嘛 然後又遇到三次了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是 有點什麼的 欸 但我有個學習是這樣 就是因為 你們兩個給人家感覺就是 好像沒有一定要交很多朋友 或是 對交朋友這件事好像也還好 對 但我覺得當你們遇到 頻率對的人 其實還是 在交朋友這件事情 我覺得聽起來是開心的 是 我覺得是 我覺得這也蠻好的 我覺得是開心 可是我覺得我們交朋友的 就是會停留在那 就是說 最後還是會交不到這個朋友 我太懂了 欸我太懂了 我跟你講現在能夠交到朋友 就只有是那種 一定是硬性場合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經常見面 然後就是最後最後最後 才會這種 就是變成朋友 就如果已經不是 那種這種場合的話 就是基本上 最後都不會是朋友 對欸這個 就是看要不要把握這個緣分啦 對啊 跟他再進一步的認識這個人這樣 好吧 好吧 石膏你到底要不要把這個緣分改變呢 就是 這 十年來第一次是工作以外 遇到認識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算很不錯欸 對啊 但我現在就是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遇到第四次啊 一定有機會的啊 我覺得一定有機會 到底這個交的頻率 一定有機會 對 但其實你會不會開口說 要不要換個IG 對啊 我會的 可以換 因為最後一次對話是說 欸我們下次喝咖啡啊 但我們沒有約定 就是一個 欸下次可以一起喝 就是可能在附近嘛 遇到什麼時候 可以一起喝個咖啡這樣子 那你再說一次 要不要換個IG 欸 司機大哥 要不要交換一下IG呢 他明明跟你年紀一樣大 你為什麼要叫人家大哥啊 好奇怪 朋友 要不要加個IG呢 欸你要不要換一個IG啊 要不要換個IG 欸我們當然遇到第四次了欸 以後可以一起喝個咖啡啊 因為他很喜歡喝咖啡 我想起來為什麼會一直講咖啡啊 因為那時候聊到後來是 他很常在這附近的咖啡廳 遊走著 對所以我們聊了很多 這附近的咖啡廳 喔 哇 那你們真的有話聊 那你們真的共通點很多欸 對啊對啊 真的共通點很多 要不要加個IG 要不要換個IG 挺艱難的欸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撒脫一點這樣 你們曾經就是過去有過 就是很想要跟別人當朋友 但就是最後不了了之的狀況嗎 因為我就有了 唉唷 那妳先說說看 我就是大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受傷的情境是 就因為我就是去交換嘛 然後我想說去交換 我就是一定要交朋友啊 我要努力去交朋友 然後我就一直在為自己打氣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看到 就覺得 欸這人好像很有趣 然後一開始就聊滿開心 然後就之後就交換IG嘛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就是我好像想要交朋友 跟他想要交朋友 那個心是不成正比的 就是對 然後所以後來就漸漸淡掉了 然後我後來好像又有再試一次 要跟人家交朋友 然後後來又發現 然後我之後就放棄交朋友了 其實我也有啊 我也蠻常的啊 就是以前可能 不管哪個時代 而且不管男生女生 有時候你會想 多認識這個人嗎 或者覺得他滿有趣的 想跟他聊 然後我覺得多半他們 他們可能會跟你聊個幾句 或是有些互動 但你會發現 好像都是你在找他 或是你比較對他感興趣 對啊 然後他喜歡另外一群朋友 就是你知道 有些人是會把朋友分群的 對 他沒有接受說 所有人都要當他的朋友 對 他更喜歡跟一些酷的人玩 或是某一種type的人 動 然後你就會漸漸覺得 欸那也許我們也沒這麼適合 就對啊 對啊 也是有 也是蠻多這種經驗的 不過我覺得我沒有衝破 我那樣的不好的經驗 然後成為一個很會交朋友的人 或是那兩個傷痕 就刻在我的心底上 的確會有一些陰影 對啊 但你其實好像你在做這件事情 你其實不能回歸理性欸 你一回歸理性 你就會想到這些過去的經驗 真的是欸 我覺得這感覺可能 是不是就是當下 真的要有一個對應 對一股能量 你就是覺得好反正就問 反正沒差問唄 問唄 對啊對啊 不求什麼的最大啦 就是有有沒有就沒有這樣 哇莫也真的是 游刃有餘欸 對啊他在爐火純青人 但我覺得他是有在努力的欸 我覺得不是所有人 一開始都變得很厲害 因為你知道 昨天去跟他打球 反正他從那個輸入回來一陣子 就了折了折 他說啊幹 你知道我以前還去上過那個 說故事的什麼 什麼社區大學的那個班 我說蛤 那傻小 他說講你怎麼說故事啊 怎麼開頭的時候他怎麼講 然後最後怎樣怎樣怎樣 他說講你怎麼說話這樣 我都靠你去上這種班了 他其實上很多課 因為昨天會聊到社區大學這個也是 但是我覺得莫也他真的很好笑 因為他我們聊到說 我們要拿到學生證嘛 然後說欸你們學生證有悠悠卡 幹是每一個學生證都有悠悠卡嗎 幹我之前去報社區大學的吉他課 有沒有悠悠卡啊 然後學生證開始 好像說因為我們說 學生證都可以買學生票 啊社區大學可以嘛 啊我自己也有上社區大學的吉他課啊 我才知道欸其實大家都是 對他有付出一些努力啦 對變成現在就是 但是他跟社區大學走很近欸 我昨天也蠻驚艷的 對啊 哇欸他去社區大學應該會是 會有人開始為了他去上課吧 我不知道蠻愛上課的 感覺會開始期待那個課喔 哇有個帥帥的男孩 對啊 好啦我覺得你下次應該再遇到他 真的就只差現在接下來就是緣分的事 好啦欸所以其實今天我們講的 三個故事其實都跟緣分有關 哇欸我們這集已經到這了嗎 也沒有我只是突然間覺得很有趣 小一個節語 我沒緣啊 對 強求來的不是緣啊 對啊強求來的 啊我的是什麼緣 你是跟那個 還是我跟馬桶無緣 你跟那個啊你的藍骨頭算是 喔無緣 也算無緣欸 沒有你的藍骨頭跟你太有緣了 嗯所以就是你今天要把他賣掉 他不願意離開你 他寧可自己就自己爆掉了 所以他一直跟史丘說 來尿我來尿我 而且那個東西又黏在史丘的毛上 我今天早上就發現 他毛上面有一顆小白酒 他放不下你啦 他無所不在 就跟你去福隆海水浴場玩完以後 你弄了一堆沙子帶回家 那個沙子至少會在你家持續一個月 欸這個 藍骨頭雖然他形體上已經不在了 但他的很多分靈體都還是在你家裡 從這邊來說你們也是很有緣的 太細太細 這個太深的緣分了 這真的是 好吧 藍骨頭很愛他 但是他沒有愛藍骨頭 那我這個情況下呢 是你們是一個正員欸 啊正員啊 對啊 對 就是彼此之間 就是在一個同樣的水平面上面 然後一直 遇到彼此 哇 那你扣除這次 那你上次交 一個新朋友 你搶得起來是什麼時候 對啊 想不起來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這種東西 是真的沒有欸 我沒有工作或求學以外的朋友 對欸 對欸 那你們有嗎 我有嗎 你有啊 我要犯一下我在這 我也沒有 我沒有啊 我有嗎 但真的有人有嗎 有啦可能有 因為我理解是說 如果你有很積極參與一些 讀書會或什麼社團 你才有機會認識到 或者是那種朋友的朋友 對對 朋友的朋友可能也算是一種關係 或者有時候你可能去上課 然後會有一些同學啊 啊對啦 我最近的朋友 蠻常去上課 或是參加活動而認識的 大概是這樣 想到一兩三個 的確是欸 就是身旁都會一直有新的面孔出現 這倒是 這講得不好 就是會有新的朋友出現 新的臉 然後但時告就是 就是那幾個 那幾個臉 我大概好像都知道是誰 因為我那幾個臉 也不會增加朋友 所以我沒有所謂朋友的朋友 我們這幾個是很封閉的圈圈 我覺得你那個圈 就是會靠小迪啦 因為小迪有時候會 就是他的朋友 會覺得就是 會這樣慢慢的 擴散出去 這倒是啦 我想到 可麥可哥對我來說 其實是我的新朋友 對欸 雖然欸我很少有聽到他 主動講起 麥可哥算是 他會提起來的 哇 還要覺得麥可哥有趣 麥可哥很棒啊 哇 好啦 算有新朋友 好啦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忍知識 好 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但我覺得蠻震驚的 而且我一直念念不忘 而且會覺得 還蠻想跟別人講的 幹 我一直有放在我的筆記本 當一個小話題啊 就是一個忍知識而已 就是欸你們喜歡吃大蒲嗎 你是說大蒲鐵板燒嗎 大蒲鐵板燒 對 你知道大蒲可以加菜嗎 蛤 你有沒有加菜過嗎 沒有啊 怎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那我可以免費加菜一次啊 我長到這個年紀 我最近才知道的 謝謝你 你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忍知識 我跟一個朋友一吃 那朋友叫 我們稱他叫小魚兒好了 因為剛才去吃大蒲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很喜歡吃大蒲 然後說欸你知道 而且大蒲可以免費加菜喔 然後我一直覺得 我心裡想說怎麼可能 我吃這麼多吃大蒲 沒看過有人加菜過 而且他也沒有寫啊 然後我上網查 好像我沒有特別去查得很認真 就好像沒有這個資訊是很公開的 但我們就吃完以後 然後他就舉手跟老闆說 欸老闆我要加菜 然後老闆又說 欸那你兩個菜都要嗎 因為豆腐菜跟高麗菜嘛 他說都要 然後問你什麼辣 就還真的送來了 然後那個時候還問我說 你要不要 那因為我第一次我想說 我該加嗎 我不加嗎 還是真的可以加嗎 我說那沒關係好了 然後就真的炒了兩盤 完整的菜又放在他面前這樣 欸加菜超棒的欸 然後我看了他那個熱騰騰的菜 我就想說 幹早知道我剛才就說我要加菜 我好想加喔 那他有分我吃一些 對然後後來又跟他試了大概兩 可能兩次還三次 然後我每次我都說我要加菜 而且我覺得 而且最近一次體驗很好 最近一次是那個主廚可能剛好在我們面前 然後主廚就瞄我們一眼 他說欸要加菜嗎 因為他剛好要幫別人炒新菜 他主動問 然後我們說喔好啊要喔 那兩個都要 然後什麼辣喔 那個小辣或尾辣這樣 兩盤完整的 分量不減喔 你看看小爹裡有多開始 他是 好像減到寶藏了 欸對就是跟大家分享 可是聽說好像不是每一間大譜都有 好像直營的才有 對對對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分直營或什麼 對但你通常可以問對方這樣 可以吃很多菜 欸會爽欸 這麼超爽欸 這真的很爽欸 你會吃大骨鐵板燒嗎 我會吃啊 但比較少吃啊 可能就沒有出來 好像不會專程去吃 但是如果剛好在附近 或者是剛好Uber叫的到我 我會吃這樣 對我以前也沒到這麼常吃 就是有經過 或是剛好有在旁邊會吃 對但因為現在知道他可以加菜 所以會覺得 而且因為吃菜很健康嗎 而且他菜其實都炒的蠻好吃 那他菜很好吃啊 重口味 而且你要跟他說鹹一點 他也可以幫你鹹一點 哇欸 就跟大家分享這個人知識 然後再說到最近 就是最近我們會在辦一個 小小的實體活動 嗯 對就是打梅打梅的販售會 哇 那時間是會發生在6月22號 星期六 星期六 下午一點 到晚上七八點 對 七八點 七八九 七八九十點 就是說打梅打梅是一款 我們跟啤酒頭一起聯名推出的一個 梅子口味的啤酒 yes 對然後他其實在好設計的時候有初次亮相 嗯 那一次其實大家給的評價都蠻好的 這支酒的酒標是阿強設計的 對 厲害了 畫的非常的好 就大家都很喜歡這酒標 然後這切都很可愛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 那好設計 因為當天也是只有一部分的人可以來嘛 所以我們決定再辦一次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大家可以來共襄盛舉 沒錯 對但是因為啤酒的數量真的是有限 所以我們有在上面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有一個填寫整理卷的 這個必須要先預約 嘿 如果你有搶到那個時段你就可以來 沒錯 那在我們錄音這當下 應該還有一些時段是有一些 對 空位的 四五點 四五六點好像都還有空位 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來的 那不管是來喝一杯打妹打妹 或者是買一些打妹打妹相關的周邊 然後或者是來跟我們拍拍照啊 或是聽聽音樂 唉唷拍拍照聽起來好像 拍拍照聽音樂 但沒有聊聊天 哈哈哈哈哈哈 聊聊天當然可以啊 對 就是我還挺期待的耶 因為我打算就是我二手賣場要重新出爐耶 哦 因為原本一直說好設計要二手賣場嘛 但後來就是沒有時間 其實可以耶 所以我是決定在那天我要做一些 我原本想做但都沒有實現的事 那小迪有什麼原本想做但沒有實現的事嗎 你不是有雞蛋啊 你電鍋雞蛋 你那時候不是有些人跟你合照電鍋 然後最後要給你一顆雞蛋啊 對耶 對耶 可以耶 是個好時機 對就是如果說那天有跟我拍照 合照電鍋的 就是代表你們沒有拿到這個開運茶葉蛋嘛 所以那你們就可以來跟我領這樣 對啊但還是要先登記那個整理券 對對對 因為會需要整理券是因為當天那個場地比較小一點 對所以大家就是要先登記整理券才有辦法入場 嗨沒錯 沒錯 那時稿你會做一些什麼嗎 我可能就是拿出我這個久違的dj盤 啊 然後接上電腦 然後讓他自己放音樂 哈哈哈哈 那你人會在哪裡 我人會在 對啦 我就是東晃晃晃晃看誰想要聊聊天啊 然後我們一起交流交流 哈哈哈哈 嘴軟了 欸你dj盤是什麼時候打開的啊 我跟你講其實 最近一次打開可能是好設計 啊 對但好設計前可能半年或一年嘛 然後但好設計老實說 大家如果當天現場有注意到 我打開並沒有使用它 蛤是喔 對啊 哦 因為後來我們有一場本來預計要dj的表演 但我們後來再跟大家拍照什麼的 對 所以我其實就只是切個他 讓他放音樂 所以嚴格上來說 對沒有用到 嗯 所以這一次值得期待 我一定會把它開機 值得期待 哇 我們甚至來一個開機儀式好了 大家一起看著我把它 哈哈哈哈 會不會發現dj盤打不開啊 哈哈 不是不可能 奇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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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奇怪奇怪 哇 期待了 好啦那這就是一場小小活動 然後因為場地限制的關係 然後跟那個當天可以提供的打美打美酒 其實數量有限 數量有限 所以這次是以整理券的方式 當然登記整理券是完全免費的 對 所以大家 我們到時間 到時間 一個比較輕鬆的 親密的小聚會 小小聚會 磨頂放肿 好的 那我們來進入到我們的贊助環節 有好一陣子沒念的 又累積了好多個贊助啊 馬上來回應一下大家 它這個名字叫做時空膠囊 然後後面有個括弧叫做斗內版 從EP68聽到98再回頭從第一集開始慢慢往上聽 我把這段話留在這裡 希望未來的我聽到這段話後 一點都不後悔 贊助這筆啦 啊哈哈 哇我講到有點嘴軟 我很怕他瞎厚 雖然不知道多久後會聽到 我想說 EP第八集 阿強需要深層八字 可以花一百元去互贈事務所查就可以了 阿強我喜歡你請跟我交往吧 我也好想跟小迪迪哥一起玩 雞母蟲組三件客 時告我喜歡你的笑愛心 然後贊助了我們1688元 哇 謝謝時空膠囊 真誠的希望你現在聽到沒有後悔 對哇 謝謝 真的謝謝 謝謝時空膠囊 全都內版 深層八字喔 我一直都知道我的深層八字 為什麼你會知道你的深層八字啊 欸我知道嗎 因為要啊 我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日子跟那個時間 因為需要時間嘛 因為我有一張那個護備的照片 然後是我剛出生的時候 一個小嬰兒被包起來 然後他不會在嬰兒上面寫出生年月日子跟時間嗎 就那張照片就一直都有 我一直有那張照片 對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我是幾天幾分出生的 然後對我來講 深層八字是什麼 我其實也不知道 但我都是拿這個來查我的幾兩重 啊 對因為聽說你越重越可以 有不一樣的人生嗎 我也不知道 哦 重跟輕好像代表著些什麼 說到深層八字 就會講到一些運的東西嘛 我今天就發生一件事 我覺得我的強運又再度回來了 唉唷 我這個深居會逆轉所有不好的事情 唉 就是說我上次之前不是就是講過在好設計那一陣子 就是各種達到極限 然後我就從腳踏車飛出去嘛 對 然後我記得好像以前可能也常講到就是腳踏車很危險 然後我那時候都會在那邊嘴求說 喔我都一定會靠我核心把所有東西要逆轉回來啊這樣 然後就在好設計出現這樣 好設計出現這樣的事嘛 然後今天呢 欸是昨天還今天 昨天 隨便反正就是這兩天 我忘記是哪一天了 我最近就下雨嘛 然後你知道夾車其實下雨的時候就是真的是 就是比較危險 因為會很容易打滑 然後我就是在一個地方 我突然發現那裡好像是一個死路 所以我就決定要就是往右 就是這樣轉過去 然後就那一瞬間我就是瞬間打滑 我就是整個人要飛出去 結果 我 就是使用了我的核心 我就從夾車上跳下來 所以我的夾車就射出去 再是我跳出來 太CAL了吧 幹你跳車欸 幹 我靠 我跟你講 所以就是 我就跳出來 然後我就看著我那邊轉 那個輪在那邊轉 然後我就想說 哇 還要我跳出來 還要我跳出來 幹這做得到的喔 是做得到的 好難想像喔 就是說 我跟你講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心理 心理堅不堅定 真的是能夠扭轉任何事欸 就有點狗急跳牆的感覺 就是 就突然喔 我看到你飛起來了 那要他當下有一股能量 可以爆出來 真的真的 那時候就爆出來 雖然我左腳好像有點扭到 是蠻痛的 因為 我要就是跳出來 但是我成功就是 扭轉了這個命運 喔 然後我把車牽回去之後 我就再跟慢慢騎了 就是告訴我自己要小心尾上這樣 所以就是欸 就是在不同的時期 你的狀況是怎麼樣 遇到的事就是 就是可以扭轉的 喔 雖然真的跟深層八字沒什麼關 只是我想要說我的強運 又再度回來了 哇 很猛欸 欸那腳踏車還好嗎 腳踏車還不錯啦 上面有我的電腦包 我的電腦什麼的也都還好 而且我跟你講 還有一個我改變的點是 你知道因為我其實都是 背拖特包嘛 然後我通常就是這樣打開嘛 然後所以就如果假如說是從前路 我可能就是 腳踏車射出去 我的東西也全部都一起射出去了 對 因為它就是打開 但是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 我開始會把我的拖特包打接 喔 所以就是說呢 它就是好好的待在那 小小的改變 欸小小的改變 跟我的核心 哇 把我自己彈射出去 超猛的 欸我就沒事了 我真的不想要再在家 車上摔到 欸 恭喜你恭喜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旁邊那時候有人嗎 謝謝大家沒有人 喔 就我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看著那個打轉的那個輪子 覺得我很棒 幹 好難想像 對很難想像 這一切的動作都 想像中對他來講是高難度的 但他去 看體操選手把它做完了 我的生命力在那一瞬間爆發 真的爆發了 欸這就是我們要看到的你啊 欸大家 對啊我們大家都是有生命力的 千萬不要忘記 好的 好的 謝謝時空膠囊 好那 下一個的話它叫做小笛38112 然後 等我最後工作日那天 我再來贊助第二次 汪汪 然後贊助我們520元 哇 欸 恭喜你 謝謝信義女子 謝謝信義女子 恭喜你換新工作 真的希望你找到工作了欸 對 因為現在是104集了 對 所以 沒問題了 希望你已經找到工作了 欸距離就是下一首片頭 只剩下 就是客觀來說是6集 哈哈哈哈 是 突然壓力來了 媽 是嗎 是嗎 是吧 好的 下一個是你好我叫小麥 他說這是一個油流文症光良和那吳 哈哈 大家這時候可能會想說 欸是那吳啊 那吳 那吳克勒 就少常聽見嘛 所組成的優質音樂podcast節目 然後贊助了我們100元 欸 謝謝小麥 謝謝小麥 那吳到底是不是 那吳克勒 兒子爸爸 我們就有一個小迪就是 也來私訊我啦 就是說因為他們來常常講說 我跟鋼音老師長得很像嘛 那就是 也沒有一個什麼概念說 大家到底對這件事好不好奇啊 就是這件事過了就是過了 但他就說因為他聽到就覺得很好奇 所以他就去Google搜尋 就打出了 虔誠地打出了鋼音老師四個字 然後再打一個空格之後 就發現跳出了阿強 所以就是你看到那個搜尋底下就是 因為就是會有一群人搜尋這東西 Google就會推薦你說 你要不要搜尋這東西嗎 就是有一群人在搜尋 有一群人好奇鋼音老師長怎麼樣 所以就是除了鋼音老師 你還可以搜尋那吳克勒 那吳 現在又先通 那吳空格阿強 會不會現在已經有了 讓大家看看 屁咧 才不會咧 好的那下一個的話是 我是好小迪吧 然後他有一個問號 他說 阿強超愛你的笑聲的 哈哈哈哈 然後贊助了我們666元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是好小迪 呵呵呵 是你媽媽的笑聲 謝謝好小迪 你是好小迪 謝謝你的666 呵呵呵 好的下一個叫做 Emma底線SH 他說 已經開啟反覆聽模式很久 最喜歡的集數可能已經聽十幾遍了 就是聽不膩阿 真的是我痛苦打工生活中的一盞明燈 阿布三盞 愛愛愛愛愛愛你你你你你 然後他贊助我們520元 哇 謝謝Emma 很有層次欸 Emma很棒欸 因為Emma很常會在我們 就是在Spotify 我們比較舊的集數留言 然後我其實都會看到 就是我都會幫他就是弄出來 就是看到他就是真的是 在聽以前的集數 謝謝Emma 很常看到Emma 謝謝Emma 欸我喜歡他這個一盞變三盞 阿布 你有看過環珠哥哥嗎 片段 沒有欸 我已經滿了 不你不可能比我多 因為我已經滿出來了 哈哈哈哈 這個幾年前洪基一時的網路片段 小迪真的是精華片段的就是 你的資料庫 對他好會去的台詞喔 對對對對 真的好厲害喔 真的好厲害 他今天才就是帶著我們看了西街少年嘛 哈哈哈哈 對啊欸 浪漫 協志哥 我是很愛孫協志 但就是 飲料是拿來喝的 你真勇敢 然後摸一下他的那個瀏海 濕濕的瀏海 好的下一位是Cmom1438 說 祝敬愛的教主和四月獸星們 柯虎老師偷偷搶解生日快 欸知道我姐生日 真的哇 謝謝你 野公賀守門員 邁入一百集 柯虎啊 如果還沒出一百 一批一百集的話 這句話就先當作不存在不用念好了 迪克蘭教千秋萬歲萬歲萬萬歲 萬萬歲 汪汪 然後他贊助了我們520元 呀 汪汪 謝謝你 4月4號 他是這一天留言的 真棒 真的欸 謝謝你 20244月4號 我們到5月24都還在慶祝小迪的生日 沒錯 永遠不停滯 那也代替老師跟偷偷跟強姐 跟您說聲謝謝 真的真的 謝謝 真的是這樣 好的那下一位的話 厲害了喔 他叫做流浪感 唉 他說被朋友推入坑 一不小心就愛上了 聽了半年多 終於追到極數了 哭虎 什麼時候要上一百集咧 有時候一邊工作一邊聽 笑到不行 全身超抖的 同事都以為我中邪了 謝謝史迪強的陪伴 小迪我會繼續支持下去的 呦 然後他贊助我們 6666元 哇塞 欸鐵枝欸 鐵枝是什麼意思 鐵枝 玩過撲克牌嗎 大老二啊 或是那個十三章 鐵枝就是四個四字一樣的 6666欸 6666 哇6666 好多啊 我們本節目收過最高的一次 等一下 這個是流浪漢還是流量感啊 漢 是流浪漢 流浪漢 流浪漢 流浪漢有點 流浪漢 幹他媽的 哇他可能剛聽到前面 才想說這真的是我嗎 好像有人說是電漢的漢 金字部的 對因為他是寫的流浪漢 不是那個我們常見的漢 是電漢 你說電漢的漢嗎 金部的 對那阿強 你流浪漢 謝謝流浪漢 流浪漢謝謝你 原來是這樣啊 謝謝流浪漢 這個史上最高金額6666元 下一位叫做 遲到到被助教寫性關心的遲到大王 說史吉祥嗨 你們是我最愛的節目 呼呼 再一樣是兩男一女的節目 停跟哄 你們從 我剛剛在講什麼 停跟哄 哄媽咪 baby哄 哄媽咪 baby哄 哄媽咪 baby哄 再一樣是兩男一女的節目 停跟哄 你們重新填滿我的洞 交友軟體寫 興趣是聽色情守門員 結果很常被誤會被問 你很色嗎 約嗎 哄哄 我 嗯 4月14是我的20歲生日 哄虎已經過了哈 但在其中週 朋友都沒空 就被掠過了 希望能聽到你們的祝福 也想封號 齒屎 人生第一次抖內 欸 小滴 欸 齒屎我喜歡 封你為辭死 真是不好意思 没错 下一位叫做 南无加特林神教 叫做 南无加特林是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 他说南无加特林神教 是一个网路迷因 源自于中国网路文化 这个迷因主要是 细仿现实中的一些宗教形式 加入了一些网路文化元素 特别是加特林极强 这种高火力的武器 迷因的创作者 用夸张的语言和画面 表现出一种虚构的信仰关系 并且以搞笑和夸张的方式 来呈现吸引了 不少网友的关注和模仿 其实就是一个网路迷因 原来是这样 好的 那他说 恭喜100集 辛苦你们了 谢谢史迪强的故事与欢笑 陪我上下班 阿强的笑声 渲染力真的决战 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被逗笑哪 差低 南无加特林菩萨 六根清静 平佑淡 一席四亿八千转 他们好像有一首他自己的歌 因为在YouTube上会找到一个 南无加特林菩萨心经 然后有八十多万次的观看 哇 厉害了 那他赞助了我们一千元 哇 这位佛子 谢谢这位南无加特林的 南无加特林神教教众 对啊 那他信仰这个 是还可以在信仰迪克兰教的吗 教主怎么样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没有我们海纳百川啊 啊 我们接受多元文化 所以是可以允许双重教级的 没有问题 不要拿那个枪对着我就好了 他那个枪看起来很凶猛 不然可怕的 好的 谢谢教主的解释 但我们教条上面会新增这一条 因为之前没加嘛 对对对 海纳百川 海纳百川 加特林就是格林机枪耶 啊 所以格林机枪是某一种枪 是世界上第一种具有实战价值的机枪 它每关钟六百到九百发的致命摄数 欸哦哦� provide ales真的看起来很帅诶 我学习了诶 格林机枪 今天学到很多 今天学到很多东西诶 新知识诶 好的 感谢以上这些赞助的伙伴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的去赞助 谢谢你们的支持 真的 谢谢教众 也谢谢持刀大王 也谢谢流浪汉 烫汉 也谢谢CDMOM E13-38 也谢谢MOM 然后谢谢郝小迪 也谢谢小麦 还有新义女子 还有时空胶囊 怎么讲就是 我一般是会念汉阶的啊 就是如果他汉后面是跟着阶 我是知道那个字是念汉的 我算是理解啦 有时候是 就是看前后两个字去拼 对他自己跑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赶了 不怪你啦 我觉得这算是合理 没关系 合理合理 你们难道刚一看就觉得说 这次是汉吗 我是想说反正这个难题丢给你啊 但我同时搜寻一下 看一下到底怎么念 还是蛮好奇的 其实我们刚才也总结过了嘛 聊了蛮多跟缘分有关的东西 其实这集跟佛教挺有关的 哎呦 我也不确定 我也跟佛教不是很熟 但就是缘嘛 求一个缘啦 一切都是缘分嘛 好的 那我最后想到一个 我上礼拜我们在讲 我们上硕士传班的故事的时候 我少讲了一小段 就是我做的 也是算是一个小小的努力 因为那天要上很紧张嘛 所以我前一天洗完澡 我睡觉是穿蕾丝内裤 我是 我是非常有意识的知道 今天很重要 所以我就穿起了那件 你们送的蕾丝内裤 哇 哎很努力耶 我觉得如果没上 你会把它烧掉吗 是不会烧啦 但就是你知道 我用了我能做的所有努力 都想要让这些成真 对 然后因为其实我平常真的是不穿的 就是内裤有两三四件嘛 那 两三四件好像蛮少的耶 我就说假设如果今天这礼拜都没洗 最后只剩一样 就算只剩两件好了 就是我会知道今天如果没有特别的事 我是不会穿那件蕾丝内裤的 嗯 所以目前蕾丝内裤就在我生命中都是 真的是重要场合 我才会穿 嗯 所以感谢各位 哇 嘿嘿嘿 真的很在意 肯定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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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以上是我们这一节内容 那大家如果有共鸣的话 都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 嗯 然后可以给我们 好 五颗星星 比如说大补填摆烧 你也都是吃 就是加菜 对啊 哎我很好奇到底有没有人 本来就知道这个消息 我长这么大 我是第一次知道 而且这东西竟然是真的 哎小姐 你现在收集了几家餐厅 就是说 这个是可以免费续的啊 加菜加饭 你有一个这样的清单吗 我倒没有啦 没有没有 我觉得不一定要吃到饱 而是讲求一个CP值 你看他加菜也不是吃到饱啊 就是 只能加一次 对啊只能加一次 但是那一次就 我讲求一个CP值 开心这样子 对对对 我会期待你开一个就是 Google地图 就是说小弟的CP值餐厅 然后里面就是会有 对我倒没有写CP值 但我写超讚餐厅 哦 因为有 因为有什么东西 你已经有了 就那些餐厅是 你再去试一试 你都会觉得 你会想再吃第二次的 因为我觉得 你又被回访这个餐厅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 对 对所以我会把 我觉得我吃完 我下次还会想再吃 吃完第二次 你还会想再去第三次的吃 小弟的超讚餐厅 我可以知道有几间吗 哇蛮多的耶 三四十间应该有吧 那你可以今天跟我们讲 再讲一间吗 我看一下哦 你那个真的叫做小弟 就是超讚餐厅哦 对啊 我有59个地点 哇哎 59个地方是获得你的青睐 吃完还想再去的耶 哦我最近跟石膏有去吃一间餐厅叫木筷子 啊 我前几天听到他还在嘀喃说 好想再去吃木筷子 对你说石膏讲的吗 他讲的 我讲的啊 对 我那时候还想说那是谁 对对对 他突然间做事做到一半 哇哎突然间很想吃木筷子 应该是沐浴乳的木吧 三点水一个木头的木 对对对对木筷子 就是哇 CP值极高啊 餐点极具水准 太棒了 太棒了 有一个礼拜六 我跟小弟去吃这样子 对太棒了 木筷子 哇哦 是看起来很棒耶 对他就是有套餐 有熟食跟那个生食 然后你可以决定 然后价钱其实真的非常佛心 然后而且他的餐点是极具水准 是很多人的吗 你是说可以很多人容纳很多人吗 我是说就是这个会需要排队吗 可能预约一下比较好 因为他位置数不多啦 对 然后因为他是套餐形式嘛 所以其实每个时段只能供应 一定数量的客人这样 看起来超棒 对他有点像是 对他不是有点像 他就是无菜单料理 但是一个人就是熟食我记得六百块嘛 然后生食是八百 然后六百八跟 我看一下喔 在这集上之前我想要先去吃一下 是六百八跟八百吧 好像没看错的话 对六百八跟八百 对啊我没有吃过 就是无菜单是这个价钱 然后他可以提供这么好的 这个餐点的内容 哇 就是CP值太高了 小吉你那个清单感觉是真的很棒的 很棒啊我还有 应该还有很多很棒的 59个耶 我尝试的那个游击便当 我也加在里面啊 哦那懂耶 多棒你家还有多棒 我可以看一下你那个清单的名字吗 就让我看一眼 就叫超赞餐厅而已啊 这个要慢慢的释出 然后刚刚讲的游击便当 那在小笛附近 那因为很常我们吃健康餐的便当 大部分都是 可能味道都是一样的 不管哪一家做 对但那一家的鸡肉是 我觉得是有水准的 而且它的菜是不是那种 很无聊的烫青菜 它就是都是有味道 然后有风味的那种原型食物 然后菜色种类很多很不错 它的蔬菜种类应该有快十种 或十多种吧 然后鸡肉分量也给的满足的 而且就是吃完就是超薄 而且它饭可以挑什么 十股啊红梨麦啊什么什么的 130以内没有对手 对每次他都讲这一句 我正要讲太顶了 他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还会再讲一次 干130以内没有对手 但好像我们有讲它 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连锁店 它就是盖名呢 我看一下 它就是叫战斗机 应该很多地方都有 但我不确定 每一家吃起来一不一样 对但小笛家那一间是真的赞 所以如果有时候 想要遇到小笛的话 可以去小笛家附近的那一间 我基本上现在午餐 只要要吃东西 没有特别约 我都买这家 舒服 我信了 这个超赞餐厅我信了 我信了 这名单我看到会笑出来 这名单很赞 这私必是很高 边看边笑就对 我再讲一个 它那个就是蜂鸣店 你记得吗 蜂鸣店很棒 以前我们公司 对 公司附近 因为每次去 它几乎都有各种活动 可以让你想办法 免费送一盘肉盘 不然加赖好友 它给你券 或是说什么按赞 打卡 反正就是每次都一定会得到 一盘免费的肉盘 总配跟牛 跟那个棉花猪 我要疯了 逻辑都是一样的 对啊 对 蜂鸣店其实真的就是 我们都在吃它那个免费肉 你会觉得哇 今天想吃火锅 又想吃这么多肉 你就会去 而且它价位又不算贵 然后它的饮料 种类很多 冰淇淋也很有水准 赞 CP值 我信 我信 我真的信 我不见得CP值 有些是有序的地方 就是你会觉得是开心的这样 哇 谢谢小迪超赞的分享 真的真的 你有发现今天录音有一个状态是 小迪只有在刚讲超赞餐厅 跟大补贴板烧的时候 他的眼睛有张比较开一点 哈哈哈哈 他嘴感觉很累 然后 哇 应该是这样 很明显 他刚刚真的精神突然 对对对 他是看着那个 然后在那边这样 然后在那边笑 哇真的很赞 哈哈哈哈 推推 好多菜 我们信了 从他这个反应我很信 诶信了 好多菜啊 木筷子 干我那时候还有好奇 想说木筷子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不错 下次可以一起去吃一下 那以上是本集的节目内容 好 那我们下礼拜见 诶 诶你不是8支超过三两吗 你是8支蛮重的吗 没有 我觉得印象中 这些侧是4.4啦 那其实偏重 那为什么你好像 好像蛮不麻的 就是會跟超時空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 超時空妙賽 好的大家下禮拜見 累了小滴累了 那個寶麗龍球 可能現在他等一下會發現 橋裡面還有 不知道誒 甚至送他一堆寶麗龍球 寶寶寶裡面可能也還有 那寶麗龍球真的超煩的 在英國國的角色 可 numer stop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